西汉初年 江山满目疮痍 百姓实不果腹 幸而文景两代皇帝 清瑶伯父与民修喜 实现了中华文明 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 然而此时 长信公的窦太后 却因为立处之势 惶惶不安 吕后专权 七王之乱的教训就在眼前 那个七岁的孩子 真的有资格成为大汉天子 忧心之际 一个小宫女 替她完成了一场 关乎天子之道的考验 这是哪儿 快放我出来 母后 给您添置了件东西 我这什么都不缺 浪费 这个本是杨信家的东西 被收缴到了国库 儿子看得不熏眼 便给母后留下了 你们都退下 诺 长信公 这就是窦太后吗 窦儿啊 母后 这七王之乱平息不过四年 潮局尚不稳定 你当真要把大汉的江山传给一个孩子 孩子 痴儿年纪虽小 但却是众多皇子中最聪明的一个 那胆气啊 也像极了高祖 可是他的母亲 却不是什么安分的人啊 稍不留意 便会是第二个吕后啊 母后 这个家不是还有您呢吗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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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儿子的身体 一日不如一日 恐怕 雪儿 不能啊 大汉不能没有你啊 母后 今儿 大农令带来了好多的好消息 说咱们大汉的粮仓 那新骨子压着陈骨子 一直堆到了仓外 国库里铜钱多的呀 连那川钱的绳子都烂了 还有 那田野里 街巷上的马 那是成群结队 谁要是骑着母马出门啊 都会被人笑话 可是我的夫君 我的儿子 却为了这盛世 耗干了性血啊 朝政大师 已交与文武重臣安排妥当 为此 母后 除了您 儿子谁都信不过 等儿子去了 这大汉的江山 还有彻儿 就交给您了 卿儿 卿儿 这就是未来的大汉天子 看这里没什么特别的嘛 彻儿 过来 过来 你留胜哥哥即将大婚 娶的又是我们窦家的侄孙女 我想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 你帮我看看 是 祖母 此物 乃 朱雀 闲环碑 通体错金 嵌有三十颗绿松石 此乃 博山炉 亦是通体错金 左拔三龙出水 山间 神兽 朱雀 好漂亮呀 那送他们哪件好呢 精美有余 人情不足 一定要从这两件中选吗 你父皇也说 既是特别之物 得符合三个条件 亲情 节节 天子之道 你干嘛 看我干什么 你别过来 祖母 这宫灯好特别呀 一个小宫女 曲曲身衣 眉眼深邃 嘿 还挺可爱的 那是当然 那就是一盏灯嘛 这可不是一般的灯 一来 此灯为奶奶所有 送给孙子孙女 定是贴心 这倒不错 二来 祖母 崇尚节俭 将此物 送给刘圣哥哥 他定之 祖母用心 亲情节俭 都有了 那天子之道呢 此物 本乃 杨信侯所有 他的儿子 刘忠义 参与了 七王之乱 现遂以平息 但隐忧未处 若将此灯 送给刘圣哥哥 他定会加倍 为父皇分忧 彻尔你记住 不是分忧 是警告 警告 将判臣之物赠于刘圣 既是警告他 更是警告天下的藩王 可刘圣哥哥 是父皇的儿子 怎会叛乱 刘圣既然分了王 他就不再只是你父皇的儿子 而是一个藩国的王 人心难测 也不可测 与其法 不如让他判 让我去警告刘圣吗 我不要去 那彻尔的 也不能只是父皇的儿子 祖母的孙子吗 你是大汉未来的天子 天子 从来都是孤家寡人 母亲不是母亲 是唯恐专权的外戚 兄弟不是兄弟 是唯恐作乱的藩王 那祖母呢 祖母 一个瞎老婆子 只能看着 甚至还要跟你的父王作对 跟朝臣作对 跟你作对 父母 太后 承尔 汉室立业不过五十年 一路波折至今 中途还差点改了心 一旦你父皇将这四世的工业交给你 你要一刻都不能松懈 你什么是天子之道 要么就向你的父皇懂得制衡 懂得权衡利弊 要么 你要够强 强到他们不改绅士 你要配得上这欧兴力血熬成的盛世 苏儿明白 大汉要强 要真真正正的站起来 好 大汉的天子 就该有大汉的血气和尊严 如此 才能光照汉室 为朕四方 未来的大汉天子 我会替窦太后看着你 也看着汉室的天下 公元前141年 年仅16岁的刘彻继位 在文景之志的基础上 内强皇权外乎四宜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的国号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到北京要求健康 佳敬党